同样是煎炸美味 向北2400公里的北京 一道炸丸子是北方人过年时常吃的菜肴 寓意团圆美满 合家幸福 在古时候 年夜饭是在祭祖后享用 年代更续 在今天 年夜饭就是团圆饭 陈庆是一家餐厅的主厨 一道干炸丸子勾起了他儿时的记忆 丸子在过年的时候是小孩最喜欢吃的 为什么最喜欢吃 他能拿走去尝一下那种脆的感觉 然后可以丰满点 还可以跟小朋友们去分享 还是按老北京的干炸丸子来做 但是运用的各种各样的盐来去搭配 就是当你做菜的时候 所有的你用的调味品都跟那菜是有关系的 陈庆是个盐吃 他从全球搜集来的盐有二三百种 自制的盐有一百多种 制盐已从一开始的好奇 变成了融进生命里的喜好 这个是我研发的盐 这些盐有不同的味道 它们都来自于海洋海盐 有井盐 有湖盐 都是我国家的盐 但是每个盐它的季节不同 月份不同 潮汐不同 你取得的盐晒制不同 出来跟水果搭配不同 甜度不同 咸度不同 温度不同 会出现不同的味道的感觉 这就是盐的神奇妙用 人生有五味 盐也有酸甜苦辣鲜 虎年吉祥人的 除了干炸的做法 还有一道四喜丸子 是团圆氛围中必不可少的一道传统菜 何亮是地道的北京人 从事厨师行业近三十年 如今在一所学校教授厨艺 今天他为我们展示一道 四喜丸子的传统做法 为什么吃这道菜呢 因为四喜丸子本身寓意很好 它有一个团圆和谐 有这么一个寓意和含义 中国的饮食 是中国的文化的一个缩影 杨师秋在亚舍谈吃中写道 狮子头 扬州名菜 大概是取其形式而又相当大 顾名 北方饭庄称之为四喜丸子 因为一盘四个 而同样有着团圆寓意的 还有东北孩子最喜欢的美味 雪衣豆沙 人们时常想要去追寻一片雪花的记忆 童年的游戏 总是可以让人忘却年的轮转 这个球就要鼓励 多少粉和多少线融合到一起 就可以了 这是关键的一步 第一步要做叉了 往后步步都叉 所以一步也步步也 四十五岁的袁师傅 已经从事厨师行业二十七年了 雪衣豆沙是他学徒时期所学的第一道菜 我学徒那是拿肥皂嘴打蛋抹布 那手脖子抬都抬不起来 那时候学这道菜 也没少爱吃手瘦了 你岩石出口徒嘛 有的时候挺狠 但是你得到的东西也多 现在简单的 用打蛋器 不像以前就用三根筷子 多一个块都不像一样 蛋抹布打到什么程度呢 扣过来 蛋抹布不掉就可以了 学一豆沙 她作为集菜代表 香甜软糯 一直都深受女士 老人和孩子们的喜爱 而团圆和甜美的寓意 更为年夜饭 增加不少节日的欢愉 基本上来咱们吃一些雪鱼凳沙 不给好吃留意 小时候都吃不到的 你尝尝 吃了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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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